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的是历史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杂学的文字工作者 但是他写很多东西 他写食材写文化的密码 喜欢带着筷子用味来上地理历史课 那这几年 他尤其出了很多跟树有关的书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本暖绿之旅走 带你去看一棵老树 是他写的第五本跟树有关的书了 我们在仰望一棵大树的时候 你总是可以感到感受得到他的仓劲 有神还有一个安定 让人家安定的力量 那树对王老师来讲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他一直最新于跟树有关的创作跟写作 我们今天特别跟王老师连线 由王浩宜老师来跟我们来介绍 这个各种各样的树 其实我比较想听的是 他跟树 他每次在欣赏一棵树 或是在树下时候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老师在线上 老师好 浩宜老师好 大家好 姚顺好 是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这个造型改变了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闲着闲着 胡子就不光了 就发来 好看 原来我有 我有一个感觉 这样子看起来 第一个会比较瘦 因为下巴变长 是这样子是 OK 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就发现 还蛮不错的感觉 长出来不是那真实不及 95%以上都是白色的 我觉得白色有一个风格 很好看 很好看 真的 那你要留到多长 你要不要像张大千一样 还要把他放到衣服里 我改天如果画国画的时候 我就先从造型开始学 真的 OK 如果可以的话 那更像那个 当时候的那个 张旭 狂草的时候 把自己的胡子 发起来之后 沾个墨水开始来 做一支笔 做一支笔 人家用胎毛 你不是要 你用胡子 要写狂草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最主要是要喝得半醉 你看 这就是风格 就有一股风格 来老师 为什么你对树特别有感 一本又一本 不晓得 因为以前就有一种莫名 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树 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 第一个也是个性的关系 生长的环境 因为是在乡下 对绿色的东西 本来就有一些的 天生的好感 可是以前的时候 就会发现在校园 在公园 没看到那些的告示牌 上面写了树的名字之后 下面巴拉巴拉 讲了很多的戒门纲目 科书的一些的 生物的东西 也不多了 那个牌子没写那么多了 我讲到了 是这样子认识它的时候 到了第三棵树的时候 坦白讲 我已经忘记 刚刚那个树 它的样子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 怎么样子让树的故事 它有点温度 这是我自己希望获取的一个知识 可是常常找到的资料都非常的硬 因为它们是生物学的植物学 原液的学 他们看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子让它长得漂亮 然后枝叶繁密 然后花朵非常的漂亮 可是对我而言 这样子的树 基本上我很喜欢 这种莫名其妙 喜欢找它的生事 有一时候就看到一些资料 就看到它的生事的来源 就觉得 那这样有趣了 你说的生事就包括 这个地方谁种的 为什么种 这个树是从哪里来的 比方说好了 你看我们的总统府的前面 有一整排的椰子 大王爷 日本人当中的 因为整个当时候的首都是总督府 所以希望又直又高又帅 一对班的 挺立在那样子 有尊严的一个位置上面 后来才发现 原来这是日本人从海地引进来 海地啊 对 海地如果有空的话 你Google一下 可以把它的国企 可以Google出来 你会发现 国企的中间的logo的地方 当然有很多的一些的图腾 其中最直最高 最意向最清楚的 就是它的大王爷子 原来 而大王爷子 就是海地的国树 哦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从 有懂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回头再来看 台湾的现在目前 你如果长得很帅的 这样子的大王爷子 那你就可以清楚 肯定是 只有120岁左右的 因为日本时期 移植到新来 最活的最久的 也只活是这样子的树 是哦 OK 嗯 它的文化的意涵 它的表示 它的身世 它的状况 它的健康 大概其实从这里面 我们都能够了解 他为什么要冲在这个地方 所谓何来 就是他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符号 啊 有一些符号的意涵 对对对 对不对 他在在在在 在最高行政中心的 这个这个 象征的这种领袖的地位 嗯 有点保护 可以这么讲 战卫兵嘛 所以呢看到了有很多的文化密码在里面的时候就慢慢慢慢把自己的兴趣呢就味大了啊开始有更关注一些情形 那很辛苦哎 你要把每一棵把每棵树都搞清楚你太辛苦了吧哈哈哈哈 不是因为现在要搞懂树种的时候哎你自己在喜欢那个树在拥抱那个树或者闻他的花香的时候啊 我记得他们讲你会有会有一个不同的情感 对那个是情怀啊有一个情怀嗯 对我记得啊也就在情怀我那情感是另外有几颗很特别的地方啊你在拥抱他的时候你会接着连接啊 对可是这五年这这这五本以来啊你都是在谈述你有没有你是怎么去区隔这个 这五本书的内容呢嗯 第一本书的时候呢主要的第一本跟第二本主要是当时在台南一起作为重心嘛对 所以第一本呢要是讲的是日本在台湾在台南50年的时候 那他们呢就在那样子的今天所留下来的古迹旁边 他们同时的种了那些的树啊那这些树当然都好看之外好看之外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观众就问来台湾演讲的安藤忠雄嗯 他说我们台湾的房子都很丑怎么办安藤忠雄回答他说那只要在外面多种几个树他就好看了哎这个好好有哲学啊哲学意涵啊啊 我觉得这是有道理因为一个很平凡的房子这样也许比方说像日本的黑蛙房子好了嗯 那今天如果在旁边有一个灼染大树嗯 然后树叶非常的浓密嗯风一吹树印下整个的情感整个的情绪嗯或者是下面的情感嗯 或者刚刚讲的他就完全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嗯 所以呢第一本书当时讲的呢就是日本人当时在这样子的比如不管是学校不管是在公部门嗯 嗯不管在各方面的建筑物宿舍里面你会发现呢其实他们都是有些的目的跟想法的所以地本书当时候就是除了告诉说那是什么树主要呢还要告诉说他们为什么种这样子的东西嗯 第二本呢是讲的是新草的时候的建筑嗯那他们的树也在嗯 因为台南的究竟是一个老城市吗是所以有很多的明星建筑的还在那些树呢都已经超过日本来的时候之前已经种在更久之前 所以对在探究说那这样清朝人他们的想法就是如何那当然也同时所以查得到那些那些史料里面史料里面会记载的这些当初这些建筑物外面的树是从何而来还有他的目的嗯 嗯那个就是变成一个很破碎的资料说你必须要推论 嗯就是前两本对那第三本呢就开始走火入魔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开始就到你说这棵树呢竟然是神宝珍为了尊敬正成功所种的那棵树哇 哇他为什么重视他的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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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的为什么嗯 然后再把这两个人一个是清朝的福建人一个是明朝的福建人哎那在清朝福建人因为是在满人的统治下 他怎么样子偷偷的嗯透露出他对这个前辈嗯这个整个的大名的英雄然后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的想象跟推移对对哦这所以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叙述嗯嗯对 对对对对所以第三本是清朝有关的嗯对第四本的时候呢就干脆呢就更加的那个更上一层楼了啊更专注自己啊开始对准备那时候准备退休了所以时间也变多了所以就常常有一个人的树旅行哎专门为树而旅行嗯对对比方说我就专门的跑到了西安然后去看唐太宗所种的那颗银杏啊 啊那跑到了除州呢去看欧阳修所种的那颗的梅哎呀就跑到长州呢去查看呢是苏东坡临死之前所种的那颗的紫藤哇那你那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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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头很重呢 啊对对对对啊我这根本就是走进时光隧道啊啊啊啊啊啊哦后来就整个这样子一个邮寄也顺便呢就是比方说我去的是少林室哎那去少林室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写了之后我那天早上呢是5点6点55分的时候就在门口了 因为我已经买好票啊啊我是第一个进入少林室的当天的第一个观光客啊啊那一个人背着背包然后呢往少林室的地方走大概两公里啊啊然后就吹着风听着野稀的声音然后到了两公里到的时候到了少林室的门口巴拉巴拉巴拉就是这样子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最终最终的美感 哎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人到一个年纪 的算是一个人旅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自我享受孤独对安静的那你的目标很清楚你不需要去招呼周边的朋友或者是长辈们啊啊那你自己呢就可以随性在这个地方把你的咖啡户那个拿出来啊然后坐在呢当时候欧阳修所写的那个醉翁亭记 那个醉翁亭下面哦就这样建筑里面呢自己呢就慢慢慢慢的享受十分钟把那个咖啡喝完啊那究竟是我们中学的时候读过的一个游戏啊一个叙述啊那如果是别人的话你可能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无聊啊你你你你干嘛是这样子的可是我在那边就有一种疑似的一种的开心不是你去印证这个古古时候的这个文学家他的那个情境心境对不对对对是这样子所以他这整个 就变成我在退休前给自己的一个退休的生活状态的时候给他一个使命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写作呢是我的劳动 嗯嗯那别人呢是耕田啊种地呢各式各样的或者说怎么样那写作呢就变成工作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用写作的内容来决定我的生活方式哦嗯所以呢我就变成了一年大概有两趟的时间呢旅行 中国到山东就到刚刚讲的像西安这样子的地方嗯一个人旅行吃喝玩乐嗯那真的叫不易快赛 真的真的很舒坦哦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是那个上你的节目主要就是因为第五本那就回归到台湾好我们我老师我们我们进一段广告啊 回来讲第五本谈树的书这时候老师的心境或是他的情怀或者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待会回来嗯 来我们继续跟知名的作家王浩宜老师啊聊他出的新书叫做暖绿之旅走带你去看一棵老树 那么王老师呢跟树啊有一个这个不解之缘他就是喜欢而且我觉得他把他把他当成工作生活呃就像他上一个阶段讲那是一种劳动但是也是他的工作那我是觉得他他把工作里面还带一点使命感了就是分享分享他的心得这是他第五本书跟树有关的书那这一本到底跟前面哪里不一样 老师我们继续聊下去这一本好这一本好像跟老树比较有关嗯因为我自己本身过去是台南市的珍贵老树保护委员会的委员哦 你怎么说过去现在应该还是吧现在已经卸任了卸任了OK嗯 因为每个次的政府的对这种的东西他的呃努力的程度其实是不一样嗯嗯嗯 其实是台南市政府呢也开始会有一些的落差在嗯但不管怎么样呢他全面的规模跟系统都已经建立了建立好了嗯嗯啊在建立起来的那个时间的时候因为我是创始的委员嘛嗯嗯那所以呢就非常行到很多地方去疑似老树或者珍贵的老树的时候我们都要现场去勘察嗯嗯那在这个美式啊走动就发现呢就台南这样子那发现呢 他抬头一看啊原来嘉义市也有原来台北市也有嗯原来台湾的各个县市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种的风气开始在登记而且每年呢都陆陆续续在增加哦 然后动用整个部门的农业局或农业处他们呢就会严加看管每次呢都会有树医生去照顾他们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美好的一件事了嗯 一直是觉得老树呢就是资深的国民 嗯土地 那政府呢对一个老年人对他有补贴他有照顾 那对于资深的甚至于都比我们都还要远远的大的岁数了 200岁500岁800岁的 那你腾出一点力气来照顾他的健康 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式一桩了嗯 嗯对那你就开始也研究别的县市他们呢 究竟所为何来他们做了哪些的事 那他们保护了哪些 然后因尹为傲的又是哪些 所以就看到一些的大数据嗯 比方说在花莲县 花莲县呢他大概有300多棵的珍贵老树 可是呢竟然有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一百 将近一百八十棵左右 他竟然呢都是同一种的树呢叫做琉球松 琉球松嗯 对如果你要常态分配的话 他不应该远远的超过百分之六十 嗯 他竟然是百分之六 所以他后面一定有故事 嗯 他的道理 所以呢琉球松顾名思义呢 那一定是日本人从琉球引进来的松 嗯嗯嗯嗯 那引进来后其实是有经济的想象 就是说第一个呢他产生的树枝 然后上面呢可以让你拉小提琴的时候 让你的摩擦力会更好 哦原有这个作用 拉二五的时候要上一点点 松 也就是让他 让他的滑动的时候呢 那声音更加的松脂吧 松脂吧 对不对 我们在松脂 对松脂呢 对 脂肪的脂 嗯嗯 对对对是的 嗯 但是这样子之外最主要呢 其实是日本人喜欢松 因为在南宋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学中华文化 哦 对松这件事情 就是一样的非常的尊敬跟有文人 或者是高级的一种的情怀 而且他可能也是在学美学啊哈 对不对 啊对 遣送 嗯 来学中国的东西 嗯 嗯 对对对 所以呢他们呢 就在整个工部门呢 军营呢 医院呢 百年的学校啦 各式各样的种了一些这样子的 琉球松 啊 代表呢他们整个在这个地方里面 他们比较孤傲 比较 呃一种的高雅的一种的气质 那当然 最主要是琉球松的收盈也可以很长 哦 也祝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单位呢 能够久久长长的一个意思 哦 可是工夫之后 工夫之后呢 因为台东跟花莲呢 他不像台北 不像高雄台中一样子 整个城市 过渐得非常的快 嗯 或者说楼变得更高了 嗯 他们反而呢 在这样子的整个的 原来的老房子当中呢 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又度过了 70年80年 任其自然生长 不是当时候是刻意为之的 哦 哦 刻意刻意为之啊 但是呢也因为呢 就整个花莲呢 跟台东呢 没有高速公路呢 也没有高铁 嗯 嗯 所以建筑物 马路也没有破关 那个美美的日本小小的建筑物 其实也蛮可爱的 就被保留了 嗯 所以建筑保留了 那旁边的老树也就被保留下来 嗯嗯嗯 所以不知不觉里面呢 这个树呢都已经100年100年100年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的乐观 而且是好看 啊 而且日本人对松有一个情怀啊 他们会 他们会去 透过人工的造造造造景的意 对不对 他会会会让他的姿态很 展现一种那种 除了仓劲以外 他们有一种那种柔柔的那种 啊有点曲度的感觉 对不对 嗯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看很多的国画呢 黑白拨木画的时候 常常看到那几只的松 他绝对不是硬挺挺的 直直的在那个地方 对 他一定是侧一边的 然后呢如果很侧的话 我们就把它叫做迎客松 啊对对迎客松 嗯 欢迎你来这样子 嗯 所以松 在东岸的地方就非常多的琉球松啊 那到了西岸的时候就非常多的日本黑松 黑松啊又不一样了啊 黑松 日本的就是新竹市的市宿 就是日本黑松 哦 新华大学到校园里面去 你所看到的呢 基本上就两种松啊 一个叫日本黑松 一个叫湿地松 湿地松 很湿的那个湿 嗯 所以呢也就是在日本时期的时候 引进了的 所以你就慢慢在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原来好有意思啊 他们后面有很多的历史的堆叠 然后不知不觉 对 那我们今天都会觉得 他就理所当然是在这个地方来的 其实他背后有很多的一些的 人为想法 对 还有时间历史 然后变成今天的样子 对那为什么会在大学里面 这种 湿地松 这很有意思哦 对 因为整个日本在当时候经营新竹市的时候呢 他最近不是十万个人的城市 可是算是一个当时候有火炬规模的 所以在日本很多的工部门的地方 他们种的不像花蕾一样 是琉球松 他们种的是黑松 嗯 那这个黑松的状况 气质 其实他们讲是更加的有皇家的味道 嗯嗯嗯嗯 气质更高 嗯 对他是文人的味道而已 嗯 今天讲的黑松呢 他是帝王的 皇室 所以 嗯 皇室的 没错没错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文化 或者某种的一种的流行 那时候带动了一种的风气 啊 就是一个就有意思了 啊 哎 那个 树是很贵的 现在买树 尤其是 他已经有一点年纪的树 不要不要说 不是很老了 那八年十年就很贵了 那当年他们 从日本弄来哦 那都是都是都是 恐怕要有一些经济基础哦 对 其实我追踪了一棵 这个台湾已经有220岁的日本黑松 哇 他是日本当时候的总督府里面的 非常高级的官员 然后 那透过他的特权 把他的100岁的黑松 从他的日本的家 然后搬到阳明山的 哦 那很难哦 那你要离开 离开那个土地啊 对 你讲的重点 我继续讲 后面才惊人啊 那这样子搬来之后来呢 因为就 日本战败就走了嘛 那阳明山那个地方 就呈现了一个 比较混乱的一种整个的 很多的国民政府 他们来的时候的状况 所以那个日本的黑松呢 就在那个 比较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呢 就被卖掉了 哎 那被卖掉了 那辗转的时候呢 那100岁的东西呢 就被一个彰化的 有钱的商人 然后就把它买下来 嗯 那彰化 南彰化的地方呢 就是园林附近啊 你知道有非常多的乡镇 其实他们很会种花卉 很会种盆栽的 嗯 所以夫妻两个人到时候呢 就晚上的时候 天凉的时间 然后就透过工人们 小心翼翼把台北呢 就搬到彰化的家 然后把他种那边 然后照顾他们 大概四十几年了 四十几年之后 对夫妻呢 那也非常老了 嗯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交水 灌盖照顾他们了 哦 所以在彰化的 静的那样子的乡镇 然后呢 就有两位董事长啊 就去跟他们拜访说 我们有个基金会 在这个地方 哦 但是呢 我们 松的苏年纪 肯定比我们 好几倍都还要长 对 你没有办法照顾他 我未来也不会有照顾他 可是我们基金会 会永远的照顾他 哇 好感人 他这个官员呢 他就接受了 接受了之后呢 当然价钱多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开始断根 哎呦 那你知道了 这时候200岁的松树要断根呢 断了四年 哎呦 怎么怎么怎么说老师 那断根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们 慢慢的 从他有可能爬地下 可能有 比方说有12根的 一直延伸嘛 就出去了嘛 啊 一直延伸 你今天不可能把那样子的 一平方公里的 全部搬走嘛 对 必要浓缩到一个 角的位置 所以必须要把那个 側根 側根 側根一根一根呢 可能用两个月三个月 叫第一根第二根第三根 然后这样子把它断除 然后回到了 用大大的土豹 吊车可以吊起来的 这样子的能够运输的方式 啊 这样子前后的工程 竟然做了四年的时间 天呐 不是老师 这要高度的专业 而且他 他离开了那个土壤 你要确保他的生命 可以永续啊 继续啊 那么老啊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三岁了 那你就好好说了 对不对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 你发现了这个故事 然后你一路去追溯 一路去查 一路去跟这些 这些拥有者去聊 哇 那现在那棵树到哪里了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们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 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 这个王浩宜老师 因为他又出了第五本 跟树有关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暖绿之旅 走 带你去看一棵老树 有路文化出版的 上个阶段老师就就就就讲到 他他去追寻一棵老松的 故事啊 这个这个树从 从日治时代 然后一一路到阳明山 再从阳明山下山 然后一路迁徙 你要你要 大家可能不知道 搬一棵树 那是多耗时的工程 不是废事而已 他也需要时间 你想想看一棵有生命的 超过百年的老树 他在土壤地下 把他的那个根啊 抓土地抓得多紧 而且他蔓延的那个范围有多大 你今天要把他离开他原来那个位置 你得要慢慢慢慢的修啊 整啊 清啊 断啊 然后再搬去一个新的新的家 再再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哦 这个这个一路 幸好幸好 这社会上总是会有一些有心人啊 他们愿意付出代价 愿意付出时间 愿意付出心力 去照顾比我们生命更久的职务 我觉得这些故事一个一个都是感人的 而且当年那棵树是为何而种 这些人为何愿意去认养他 这每一个都是故事了 老师对不对 对 没错 其实还是回头讲到松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在历史的 读历史的过程中 有一个偶像叫苏东坡 所以对苏东坡跟树之间的关系呢 我自己呢 其实也还蛮专注的 比如说他自己讲 他还没有离开家乡的时候 就跟他的弟弟 跟他的爸妈 跟他的爷爷 他们呢至少在同年的时间 总共的种了超过1万棵的松树 你怎么样 你什么 什么样的史料里面 可以查到苏东坡有种1万棵啊 他自己都写这些事情 是哦 更夸张的是 他第一次下放到黄州去的时候 那时候40岁 可是过去的人40岁 已经开始算是衰老期的开始了 现在40岁 然后还是活龙一枝 然后因为下放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呢 当然肯定是就是茫茫 然后也不晓怎么办 所以在那边盖了一个破旧旧的房子之后 他开始呢要 要种树在他的院子 因为他是超喜欢树的一个文人 所以呢 他就到左右邻居那边开始去看树啊 各式各样的 那他自己呢 我不能种太小的树 因为我我来不及看他长大 啊 这个话讲的就就就有点就有点感伤啊 啊 所以他就很聪明了 就是要当你看中了这个树的时候 要遗址上也获得同意的时候 他把那个树干上面呢 这东西南北都写的很清楚 哎呦 比如说这个树的哪个地方呢 像个太阳出来的地方 他把它搬起来的时候 透过大量人力搬起来的时候 放到一个新的树洞的时候 哎那个树像太阳的位置还是一模一样 哎这个就是专业啊 就跟搬家公司的专业一样 哎哈哈哈 对不对 比如说我忘了你这个老人家也太强了 这样子 黄州也就是发明东坡肉的地方啊 对不对 啊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在历史里面都有记载啊 老师你在历史里面都有查到 他在树干上就标标示东南西北 向阳的位置等等 哦 对对对 记号都做好了 哇这个就是一个爱树人 对那在树的旁边呢 就种了一些什么样子的食物 因为太穷了没有薪水嘛 啊 所以政府不给他薪水 嗯 一个有罪的人 嗯 国家上面有讲说 你这个样子的职生有多少薪水 可是那几年 四年多的时候国家没有给他一毛钱 哎呀 那怎么办啊 但是他就自己省吃剪药吃老本嘛 然后他就从土地里面种了一些 哦 所以他就种了米呢 种了红豆呢 种什么样子的东西啊 然后呢就煮了 就把红豆跟米呢 就煮在一起 哎 就在一起的时候呢 那他就变成红豆饭了 红豆饭 那红豆又很熟 那摇起来的时候就还有 他就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哎呦 那孩子们就笑到说 妈你煮的这个饭好像是 我们在吃跳蚤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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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些孩子 那些孩子还吃过跳蚤啊 这要不然怎么比对啊 这对不对 说人也是 真的怪力怪气 他就会感觉到 有点嘎嘎嘎嘎的那种感觉 哦 所以呢 对于树这件事情 就是回头来看呢 嗯 它含有大量的人文的一种的 对他所附加的一亿战 对情怀 那这本书还没有谈到 这本书还没有谈到的地方呢 我刚刚想到 就觉得古人以前都 不是火葬 都是土葬嘛 对 那比较有钱的或有名的人呢 他们在他的坟前呢 都会种上两棵树 叫做坟前树 哎呦真的啊 OK 有没有规定一定要什么树种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 就是你的后人们 或者是你的学生们 然后呢根据老师 根据这样子的家长 或者是什么 他们就会根据你的人格 特质 然后呢就找出相匹配的树来种 是哦 比方说 比方说孔子死了之后呢 他因为他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比他更早死了 所以就由他的学生们 然后就在老师的坟前 守三年的新校 啊 那在这个时候 子贡呢 就种了树呢 就种了呢 一种的树木呢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另外一个名字呢 叫做黄莲木 黄莲木 那黄莲木 黄莲木 那黄莲木在北方呢 他有一个专有名字呢 叫做凯木 书法那个凯书的凯 凯书的凯 嗯 对那孔子呢 他有一个偶像呢 叫周公嘛 啊 周公是他偶像 哦 是他的偶像 所以他说好久没有梦周公了 在讲了 就我好想啊 好久没有先进到周公的思想 跟他好好的学习 哦 对那周公的 呃 坟前述呢 比较特别是现在已经绝种了 但历史上是还有书写的 是摩特尔的摩 哎 然后木头的木叫磨木 磨木 哎没听过老师 今天就把这两个圣人的坟前树合在一起 就叫做凯模 哦 哎 这有意思咯 对 所以你看到你凯模 你不会写的时候 你永远记住他都是木字旁 因为都是树 哦 ok ok 懂了 嗯 比方说像孔明史的时候 那他所种的树呢 就是薄树 那个都后人帮他种的吗 嗯 不是他生前指定 哎大哥 你也 不是我的我的意思说 不是 不是生前有交代 也没有 对不对 只是后 后人根据他的典型 后人呢 评价前人 嗯 嗯 根据他的典型 根据他的这个形式风格 去帮他挑一棵树 在坟前去种 对不对 两棵 左右两棵 那像我们这种人家就会用芭蜡 对不对 就是我们是香蕉他个芭蜡之类的 对不对 哎 是不是这意思 哈哈哈 基本上啊 他就是要比较长寿的树了 哦 ok 嗯 那如果在台湾死掉的那位郑成功 哎 那当时候整个修粉的时候 他的儿子呢 就帮他种了两棵的梅树 哎 为什么 因为 郑成功是孤臣孽子嘛 哦 然后他的儿 那你知道梅花就是我们的国业弩月开花嘛 哦 哎呦 所以爸爸呢 这样子的 哎 这样子的忠诚 然后是这样子的 无力回天的这样子的呼喊跟努力 所以就在爸爸的门前 坟前就种了两棵这样子的树 梅花啊 梅树 嗯 所以梅花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很多的历史的时候 又发现到啊原来他的后人是这样子来评价他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树他本身 除了生态 除了疗愈 除了美观 除了遮阴之外 对 我觉得后面的密码 很多 日本人其实也蛮有 对 很多很多 哎老师 那不是啊 那那个那个东西 那是以前的环境啊 现在 现在 地窄人仇的对不对 就是这 你得找块地还得送树 那你要那你那个家境优渥 对不对 那这样子这样子讲好了姚舜 嗯 今天呢你开了一个店 搬了一个公司 或者呢 你们家新家搬桥迁 对 那有人就会送盆栽来嘛 对 或者是 尤其是新店开张 然后总经装潢各式各样 盆栽他这个意涵啊 就等跟那树是一模一样的啊 哦有道理啊 要懂 我们要懂啊 啊啊啊啊 那我们不懂的话 我们不懂的话 至少你要送奶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原来的 那个意涵是什么 诚意的意涵是什么嘛 啊 最起码你总要知道 什么叫做摇钱树吧 哈哈哈哈哈哈 对 不是不是 老师 摇摇 摇 摇钱树是这样 我们认识他 可是他他不认识我们啊 对不对 我相信你对这件事情 也有非常深刻的体认 是不是这样子 啊 我们是认得他 他不认识我们啊 对不对 啊 摇了半天也没 也没摇出什么名堂来嘛 是不是啊 哈哈 因为你的摇错树 摇错了啊 那那我知识不够 哎 要多多买几本老师的书来 好好看一下 老师书里面有谈到芒果树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我回来啊 老师跟我们讲芒果树啊 他背后有什么意涵 嗯 我们继续跟王浩宜老师谈 台湾的老树 他新出的一本书叫暖绿之旅 走 带你去看一棵老树 有陆文化出版的 这个树啊 在王老师的笔下 其实都都有不同的意涵 有有有有 不是只是那种那种硬邦邦的 我们是什么什么 戒门纲目科俗种啊 这个树怎么样啊 他其实背后有太多太多 跟人文历史有关的故事 这些故事甚至牵动的一个地方的发展 或是一个人的这个这个生命啊 他书里面有提到芒果树 因为我我记得老师在前面几本书里面 有谈到芒果树 尤其跟台南还有嘉义的关系 老师这本书里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观点来看芒果树 嗯 OK 首先呢 很多人以为土鳳梨土芒果呢 就是台湾衍生种 首先澄清它不是 嗯 不是 台湾呢 它不是 嗯 台湾呢 刚好如果从荷兰人开始算呢 到今年呢 刚好是400年 嗯 也就是说呢 在1624年的时候呢 整个荷兰人当时候就在安平那个地方 建立了一个叫做热兰浙城 热兰浙城 那时候代表的公司呢 是东印度公司 嗯 和属东印度 嗯 对对对 然后就这样子的整个城市的 在慢慢的发展 一直到了第二个统治权进来的时候 那个新的统治者就是把这个地方呢 就改成他家乡的名字 那他的故乡的名字呢 就叫安平 所以这个地方从此呢 就叫安平了 哦 那同样的一个年份的时间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是1624 嗯 那再过了一年呢 1625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公司呢 叫西印度公司在北美洲的地方 嗯 然后呢 也建立了一个城堡啊 他们叫做阿姆斯特丹城堡 阿姆斯特丹 那阿姆斯特丹城堡的时候 也是荷兰人 他们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呢 开始慢慢的发展嘛 嗯 接踵而来呢 是英国帝国呢 武器舰队开始呢 也觉得说 好像去外面吃喝玩乐还蛮好的 那重新慢慢的 慢慢的建设太慢了 他们该就用抢的比较快 哎呦 所以呢英国人呢 英属动应度 嗯 对就把他抢过来了 抢过来的时候 那个新的总督呢 也怀念他的家乡 就把这样子的地方呢 就改成他家乡的名字呢 叫做York 约克 那是因为离开新的世界 所以叫New York 哦 纽约 嗯 所以呢 也可以想说 今年如果台南市 他正在提倡了一个 叫做台南400 台南400 那应该可以叫做 对那应该叫做 今年呢应该是纽约三百九十九 哈哈哈哈 这个很有意思的 你说历史呢 纽约三九九 OK 嗯 对 好像吃到饱的感觉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比较有趣的呢 就是他们来了之后呢 就开始呢 就渐渐的把一些的食物 树木就带进来 哦 所以当我们在听 胡德乎在唱那首美丽岛 这首歌的时候 他说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比如蓝绿 一起山林 这里有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那这四个都不是台湾原生种 是哦 哦 对 稻米 十几的时候 日本人嫌弃我们的鲜米 所吃的再来米很难吃 所以他们就引进了月光米 哦 但是月光米呢 因为不堪台湾的日照时间 跟日本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就完全是 没有办法播种的 嗯 后来呢才有台大的一个历史 农业博士呢叫基永吉 嗯 在阳明山巷的竹子湖那边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然后呢发展出 富裕成功 也好吃的 现在可以了 嗯 改进成功 或者呢 这算是一个适应这样子的环境 跟它的稻虫海 嗯 这个米呢是精彩绝伦呢 是仿佛是可以贡献给神明吃的 哦 所以就把这个米的名 就命名为蓬莱米 啊蓬莱啊 仙山仙岛 嗯 仙岛 对 是蓬莱米啊 是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修道的 那个这样的地方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就是同样的呢 习以为为 土芒果呢 它就是很土 那其实不是 那是荷兰人把它从印度引进来的 原来 哦 那凤梨呢 就是从蜜乳引进来的 哦 凤梨是蜜乳来的啊 是 是南美洲的东西 哦 所以呢 就是说 从当你懂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对它呢 开始会有多一层的好奇的 嗯 多一层的好奇的也是 它肯定呢 不可能有四百岁的老数 嗯嗯嗯 因为刚刚讲的台南只不过是四百年了 现在才四百 对 所以说如果能够在 在台湾能够找到两百岁 两百五十岁 甚至将近三百岁的 那土芒果树呢 坦白讲 那真的就是已经是 不可思议了 找到没 所以我相信 有找到三棵 哦 在台湾 在台湾 那三棵呢 就是我特别呢 就是拍照的时候 特别呢 亲自呢 就是去那边拥抱它的 嗯 然后 也是乾隆时期的时候所种的 哇 所以就看到这样子的大树 很多的历史 其实是有交融在里面的 嗯 甚至有些时候 你个人的情感是可以投射在里面的 嗯 比如说台南那棵的土芒果树呢 那旁边呢 有一个 当近有两百个人的 乱战 算是一个乱战缸 乱战缸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 血腥的整个抗日活动 那个叫做 鱼青方事件 哦 那当时主要的战场呢 是在今天台南的 预警的地方 嗯 预警 第一天战网的 第一天战网的是一千五百个人 最后呢 他们呢进行了各个村庄的 去收服的时候 那个兵力就仿佛今天的以色列 去打巴勒斯坦的一样 啊 完全能让小孩妇人 全部都灭村灭庄的 哎呦 所以好几个村庄 而我今天看到那个土芒果树呢 其实旁边呢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当时被屠村的 哦 而也是因为鱼青方事件 我自己的个人情感的投射 是因为我自己呢 外公呢 也是鱼青方事件的时候 然后在台中呼应 然后呢就被抓了 然后之后被判屠刑 而死刑 哎呦 但是呢就因为呢 舆论大发之后 断街被判无起屠刑 哦 所以被关了九年之后 因为大政天网呢 因为身体非常不好 他的定位了 所以特色天下 特色 然后呢就报告 对外祖父呢 就外公呢就被特色了 嗯 那所以呢就被归到莫名其妙 然后呢被关了九年的时间 所以看到呢 这棵树那跟鱼青方事件 其实是有连结的 特别有感觉 嗯 特别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的是 公共的一些的知识 文化的一些的流传 也就是说是个人情长的 情怀的 嗯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假如你的父亲不在呢 而有一棵树 还在那里 是你父亲当中的 还在那个地方 哎 那真的 那个山然泪笑 真的是木 嗯 真的就会想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那真的是 无限感慨 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树它本身 有很大的意义吧 或者很多的 可以情感给赋予它 一些的联想 原来原来 树对老师 嗯 这本书的书写的部分呢 当然也提供很多的旅游资讯 嗯 如果可以的话呢 下次大家 能够呢 为了一棵树 当作是一个旅游的原因 对 那在吃喝玩乐呢 动机 旅游的动机 动机 我们去拜访那棵 王老师笔下的老树 去试着去提养当年的故事 对不对 啊这个这个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尤其是你讲的那个那个 几百年的树 然后曾经发生过什么 哦 那个一大堆的事情啊 你就站在那个地方去想就对了 对 是 最主要是很多人现在都知道呢 就当我们在运动呢 慢跑呢 早上在伸伸腰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旁边有一棵老树 嗯 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磁场的疗愈 哦 那我那天学到一个嘉义大学的一个教授 讲说 嗯 当你要去拥抱这个树的时候呢 请你不要用一只手去碰住他 最好是同时两只手 温柔的去接触他 告诉他说我来了 哦 你不要害怕 嗯 然后呢就整个让你的两只手 同时手掌呢 接触到这个树本身的时候 你的从透过这个手到那个手 都产生了一个磁场在你经过你身体 这样子 是哦 是哦 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再去熊抱他 真的啊 对 这是一个标准的做法 不是这样子一去就是熊抱在那边 连脚都挂上去 哈哈哈哈 那一只手是效果是比较差的 所以所以老师你再示范一次 就是两只手先轻轻的 两只手就轻出的 就好像我们顶着一个墙壁一样 啊 然后告诉他说我来了 我来了 我喜欢 对 我想要拥抱你 嗯 当然他不会跟你打 那这个也这样子的仪式的手势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去熊抱他 把你的胸膛手臂手掌 整个呢就跟他环抱在一起 然后这样子抱个一分钟两分钟 嗯 那整个你可以 避受他整个上千年的岁月的一种的精华 灵气 所以说你在身上看到神木 像拉拉山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那个是用 那个不是啊 那个不是抱啊 那是拜啊老师 那是跪在地上拜啊 啊 真的 啊 是 那个树有灵的 尤其是千年神木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就是相信他就是有灵的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所以刚刚老师提供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尊敬树或是爱树的做法 轻轻辅助 告诉他 我是谁 我来了 我喜欢你 然后把自己的胸膛 就是整个整个慢慢的贴紧 然后去拥抱他 对不对 对 还抱他 还抱他 好 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啊 今天跟老师聊很高兴 原来树有这么多的故事 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精神 什么样的角度 什么样的视角 去看待一棵树 他不一定是老树 尤其新的树 你也可以 试着用自己 嗯 的想法 因为老树有老树的好 新的树 也很不容易 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啊 一棵树的成长 比以前可能 老是更困难吧 尤其是现在都市化社会 对 对不对 所以我最后一句话 讲着呼吁说 大家如果能够透过这本书 然后爱上树 那你爱上树 你就会行动 你会行动 你就会保护他 尊重他 可是这本书最大意义也是如此 对 每棵树都是一个生命 我们真的尊重万物共生的权益 今天谢谢老师花时间跟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书啊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呢 听老师跟我们来来来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认识这块土地 不敢 分享 谢谢老师 拜拜 祝你书大卖